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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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时候我们 打开iTunes的时候 它会 跳出来一个像这样子的 对话框 告诉你说 Apple现在已经有新版的iTunes 可以让你下载 所以在这里它有 有显示更新的项目 然后 这边有一些新的软体 从Apple 免费可以让你安装的新软体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就不要勾的 它就不会安装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现在只要 让iTunes跟 QuickTime 下载新版的就好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按 安装一个选项 然后你要接受 它的这个授权协议 那如果你有空的话 可以大概看一下 不过大概你 如果没兴趣的话 你就按接受 好 那这个时候它会问你要不要 授权给它下载 你按Yes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下载 好过了几分钟以后 它下载完成以后 现在显示 正在安装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正在安装的版本是10.2.2 那 未来你在下载的时候这个版本可能是更新的版本 那我们今天示范的下载版本是10.2.2 好 现在完成安装以后 有时候 它完成安装后需要 重新启动你的电脑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要重新开机 按Yes 那就重新开机 好 那重新开机以后呢 我们可以打开Itunes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 从说明这边 然后呢 检查 是不是有更新的更新项目 然后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版本目前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 好 这就是今天 呃 跟大家介绍的怎么样 更新 iTunes的版本 在此 你会给大家看 这个优优独播 通讯 中文字幕 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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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